我們要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很快速的就幫它解決掉 它的氣色不均勻 然後讓它會發亮 讓人家眼睛要為之一亮 覺得你可能是素顏 但是怎麼會這麼亮眼 第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呢 它是十合一BB霜 十合一 十合一 也太多了 它有十大功效集合在這當中 最重要的是它有高防曬系數 所以即使你可能在白天的時候要下去 譬如說走一段路啊什麼的 都不用擔心太陽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把它擠出來 可是因為有些會很擔心 它是白的 哇 太好了 我把這個地方這樣子推開 真的耶 好誇張喔 有耶 它就會變成膚色 然後它就融到我的膚色當中 對 它就會感應你的皮膚的溫度 顏色慢慢的變成你自己的 所以不論什麼膚色的人都可以用這一瓶 對 所以呢 如果你在要快速上妝 當然一般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用手慢慢的去推 讓它去感受到你皮膚 臉上面還有指腹的溫度之後 轉換成自己的顏色 但是如果你要快速上妝的話 我的建議是搭配粉底刷 這支粉底刷 我們上次也出現過 就是它的毛刷很密 很細 很細 很軟 所以你想要畫那種隱形的妝效 就是靠這一支粉底刷 那如果說你要做這個 十合一BB霜的時候 我就先把它在手背上推開來之後 由內往外 快速的 喔 覺得開始它變漂亮了 有啊 有 對 你看 好貼喔 是不是很浮貼 而且還是很像沒有上妝的感覺 可是自然的 好像色 它整個的膚色 你看這半邊 整個的膚色亮起來了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還有SPF50的防曬 它可以幫助你達到控油 美白 保濕 收縮毛孔的這種多效功能 超棒的 這個十合一BB霜 它最重要的是 它是蜜桃色調 蜜桃色調 它是蜜桃色調 它會讓你的皮膚瞬間感覺到 呈現一種像水蜜桃般的粉嫩光澤 它不會讓你泛白 或者是有灰灰暗暗的效果 你看這半邊臉 只成這樣就已經 差好多 對啊 你看 就下去就一直這樣 你好 我都需要給我嗎 好 再見 只有這樣 你看它這半邊臉是不是 差很多 它毛孔啊 整個 感覺變得更細的 對 然後 一般 很多的魚肝女 因為很努力工作 對 難免會有一些黑眼圈的現象 對 可是如果說你的黑眼圈 比較嚴重的話 這個時候只要遮一下黑眼圈 就好了 比如說 我們透過這一塊 非常水潤的 臉部遮瑕 然後通常我會建議大家 遮黑眼圈的時候 一定要從黑眼圈的下緣 把遮瑕膏輕輕的拍打 好厲害喔 慢慢往上點 對 一定要記得 很多女生會覺得黑眼圈 是從下睫毛根部長出來的 不 絕對不可以 因為如果 就會卡在下面 對 而且你會覺得 好像眼睛都哭過 泡泡的 所以在遮黑眼圈的時候 一定要從黑眼圈的下緣 這個地方 然後慢慢的把它拍打 尤其是在做黑眼圈遮瑕的時候 你的遮瑕品的選擇 一定要夠水潤 否則你遮完之後 細紋也跑出來了 乾乾一條一條 就真的雨乾 對 就真的雨乾 對 好 你看 這樣子 它的底妝這樣子 哇 很好看 非常自然 這一邊很好看 真的很自然 而且你看很多的細節上面 都已經被照顧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這一半邊臉 其實你的皮膚看起來 是沒有死角的 對 如果說 狀態是好 對 還有一些瑕疵 其實有些時候 暴露一點瑕疵 對男生來說 是好的 比較好接近 清潔感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會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刷睫毛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美都不太一樣 我們都說 這個世界上 存在有多少個女人 應該就有多少種不同的美 每一個女生 都有自己獨特的美 對於她而言 我覺得她最美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她的睫毛 她睫毛天生長得又濃又密 就是一個多毛人的那種感覺 多毛人 我也是多毛人啊 這睫毛真的好重要 對女生來說 只要你把睫毛 把窗簾打開了 那個窗戶就 歡迎光臨 老師快幫我刷 快點 好 你看喔 我現在就是 透過睫毛膏 也不用夾對不對 她的睫毛狀況 我覺得很好 如果說你真的要快速出門 你不見得要一根一根 慢慢的梳 你可以怎麼做 你知道嗎 你就是把你的睫毛膏 放在睫毛的根部 往上頂 一緊 根部往上頂 然後把根部的地方 補一下 搓一搓 搓一搓 頂一頂 搓一搓 頂一頂 好 來 你看她這邊的眼睛 整個有神 對 這麼像畫的眼線 自然有神 好 來 往上看一下 下睫毛的部分也是 所以都不用眼影或眼線 這樣比較自然 都不用 對 就這樣 所以其實老師 你說這個就是一個素顏妝的概念嗎 裸妝 裸妝的概念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拍 保養品廣告的時候 也是用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盡量讓皮膚的質感 讓你臉上的顏色 是原本臉上該有的東西 對 然後最後呢 我們只要放上一點 唇膏 好 唇膏的部分 這個 這三個顏色 這三個顏色 是我覺得你在家裡面 比較有可能出現的顏色 但是這三個顏色 要看 今天你要見的對象是誰 有不一樣是不是 當然有 當然有不一樣 轉腳要撞到的那一種 轉腳要撞到的那個 是這個 那我插那個 執成喜歡哪一種 宅男還是有點紳士 這是要接腳的那一種嗎 我喜歡肌肉男 老師肌肉男哪一隻 肌肉男是哪一個 肌肉男 紅色吧 不是 紅色 其實肌肉男 你要看他有沒有長腦 很重要 所以呢淡淡的粉紅色 我們用指腹 因為這款唇膏 它本身加入了 三種的植物油 它是透過三種的植物油 跟天然的維他命E 還有玻尿酸 可以幫助你達到 瞬間的改善唇色 然後呢 滋潤唇部的效果 就是比較濕潤的唇膏 你看我用拍打的 它的顏色比起來好像還要粉嫩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覺 很多這種嫩嫩粉粉的口紅的顏色 有些時候你放到嘴唇上面 因為可能自己的唇色比較深 所以放到嘴唇上的時候蓋不掉 你會覺得自己怎麼擦 嘴巴還是看起來像黑色的豬肝 主熟的豬肝 對 但是這一款不會 這款你看 我可以透過先拍 然後呢 如果說 要精緻一點的話 我們再用唇刷 刷上去 如果真的沒有時間 就整次拿起來塗也沒關係 那通常我會說 用指腹拍打出來的唇妝的效果 是最自然的 最貼膚的 Kevin老師已經幫子晨完妝囉 氣色超好 好美 好美